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科学馆 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声吧讲座 那我们当然要大大声声讲科学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普通话呢 因为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来自高雄科学工业博物馆的 苏芳怡助理研究员 为我们讲说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最少他肯定能够把 大家参观科学博物馆的一个体验 感受大大的提升它的趣味性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那我在这里也不卖太多关子了 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讲座这个地方 然后还是那交给我们的苏芳怡研究员 欢迎苏芳怡研究员 为我们讲授今天的题目 从科学博物馆迈向智慧博物馆 欢迎苏芳怡研究员 好建议各位大声发的线上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从高雄呢 跟你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次 我觉得题目还不错的讲座 也希望透过这个讲座能够 让大家更有期待博物馆未来的发展 那我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我的简报 好 给我一点时间分享一下我的简报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跟建宇 有看到我分享的简报吗 有 今天的讲题是一个21世纪博物馆必修的课 怎么样从科学迈向智慧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 其实大家一定都知道 新科技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大家一天早上起床一定走 我会不会张开眼睛第一件事去滑手机 有可能 所以科技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 其实也改变了博物馆很多的生态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大概分成四个部分 那最有趣的部分应该是在第三个部分 会讲一些方宜看到的博物馆一些 智慧化的改变 也提供大家参考 或许等到疫情松绑之后 大家有机会到全球的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 也可以偷偷看一下 方宜说的是不是都印证在现在的博物馆 尤其疫情之后 我想更多的博物馆会朝向智慧化的管理 线上博物馆就会有一堆了 好 那第一个部分给大家看一个很特别的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 他很特别 你看这么多的展品上面都带着监视器 CCTV在照着你 所以你现在去博物馆参观 你真的不要以为是你在看一个画作 或是在看蒙娜丽莎 维纳斯女神 可能维纳斯女神里面有含着针孔照相机 也在看着你 这是2014年在 Wall Street Journal里面有一个记者 叫Alan他提出来的 他说从2014年开始 很多博物馆都朝向智慧化之后 你千万不要在画作面前做太多私人的动作 因为这个画作也在看着你 然后2014年的时候 我到20 怎样见语 没有了我们澳门人特别了解这方面 赌场里面 2003年就知道了 是 所以千万不要在那边挖鼻孔 或是做一些亲密的动作 好 那2017年 我到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我租了一台Audio Guide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语音导览机 到处去看 到处去听语音 到处去讲解 结果我回到家里之后 他就传了一个email给我 告诉我 我在8月20号早上的时候去了 然后我看了47个展品 那我去待在一个什么古代希腊罗马区 然后看了哪些哪些东西 然后也告诉我浏览了哪一些展品 那这些展品在他们博物馆当中的一个 占比的区域 我在绿区当中是最多的 所以你看我租了一个6块欧元 6块欧元的语音导览之后 我获得了知识的给予 但是我相信大英博物馆也收到了我参观的资讯 你想想看他如果一年到访的人数是700万的话 他可以收到超过700万笔的资料 也可以知道观众到底都去了哪些地方 所以这件事情是 很多的新科技也改变了博物馆 以前的参观方式 现在的参观方式 我们不只要知道观众到底喜不喜欢我们做的东西 也要知道观众到底怎么看了我们的东西 因为有一种东西叫物联网 人工智慧 收集到的大数据已经开始翻转我们全部的世界 大家都开始改变 所以博物馆也要开始把一些角色跟功能 或是你以前对博物馆的想象 我就是静静的看着一个画作 静静的看着影片的观念要改变 我们要需要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是重点 所以接下来我会讲四个部分 什么叫智慧博物馆 什么叫Big Data 什么叫物联网 以及在博物馆上面的应用 第一个部分就要谈到 这几年来在台湾很流行讲智慧博物馆 因为台湾十几个国立的管所 都开始在做智慧博物馆的营运 智慧博物馆一词最早开始 是IBM公司在08年提出来的智慧地球 它是一个智慧的概念 它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智慧 那怎么样让它有智慧呢 它必须要有感知的能力才能有智慧 所以这个概念一出来之后 就开始运用到很多的领域上去 那应运而生的就是 他们在12年跟罗浮宫 开始建设了欧洲第一个智慧博物馆 不是数位博物馆 大家要晓得智慧博物馆的特征 跟你传统爽到的传统博物馆 跟数位博物馆是有很大的不同 数位博物馆可能是把博物馆的 所有展品都数位化 放在网路上让你去看 但是智慧博物馆不是 它要主动出击 就像以前开车啊 我们有安全气囊就很开心了 撞到弹出来保护了我 现在开车已经不是被动感知 现在必须要主动告诉你说 方宜啊前面前面有车祸 你要赶快改换一个路线去走了 不是等到你走到车祸那里 来说不好意思 那我们来听听音乐消磨时间 所以要主动出击去做 跟数位博物馆非常的不同 对罗浮宫开始了 有智慧博物馆这个计划 开始在做 所以罗浮宫的很多产品 他们有很多收藏品 开始走向智慧的管理 然后罗浮宫也附建了很多的 我们叫做Bitcoin的东西 也在收集所有参观民众来的动线 然后他们的产品管理 有更智慧化的方式去处理 温度啊湿度等等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好那我们要怎么定义一个智慧博物馆 我刚刚说了它跟数位博物馆不一样 它必须要在一个物联网的架构 意思就是说 所有东西必须要有智慧 要可以感知 然后传到的资讯送到云端 因为要储存它嘛 它送了那么多资讯来 送到云端之后 我透过人工智慧去演算 然后产生了很多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 博物馆的人就要去分析它 好用不好用 不值得参考 然后进一步去做智慧化的管理跟推荐 所以我看从展品到人之间 透过了data的传输 可以更多的多元的资讯的交换的运用 所以简单来讲 智慧博物馆很重要的就是 主动出击 主动感知 而不是被动的接收 观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要针对这个观众的特质 去推荐他喜欢的东西 这是智慧博物馆 非常重要的一个 在人观众中间要走的一个 一个规范 好那台湾把智慧博物馆 定义成这七个重要的功能 它必须有云端的应用 然后最重要的是希望 客制化个人的体验 然后希望做很多AR VR的互动展示 然后更重要的是 智慧的服务跟智慧的环境 你来参观博物馆 可能需要温度跟湿度控制的很好 那符合你的个人化体验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 我就应该要主动告诉你 可以去参观什么 这是台湾对于智慧博物馆的一些指引 那我们这几年就是疯狂的 在做这件事情 我想疯狂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服务做得很好 我不曉得澳门这边在购买票券上面 是不是都已经很智慧化了 台湾这边还没有 台湾这边还是很习惯拿现金跟信用卡出来 那我们澳门有一点点智慧化了 真的台湾用那种什么LINE 那种就是除了信用 对说信用卡跟现金以外的支付方式 还是没有很多远 而且民众也没有很特别的习惯 我在博物馆观察 我看所有的家长还是习惯排队 我们即便有那种自动售票机 他们还是不习惯去买 还是希望去拿现金 而且也不是拿信用卡出来刷 是拿现金出来缴 那一些行动装置的支付方式 更不用说大家会习惯拿出来用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走 因为智慧化的服务还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所以我们这几年都在强力的改变这样的票物的部分 然后在展示方面做很多很多的改变 不要只是看 看看看看 按按按而已 我们希望是有更多元互动的体验 而且我们还希望可以主动推波一些 观众适合他的资讯给他 提供他来参观 所以我们预计有8年的时间 要把科工馆这个部分做一些改善 希望下一次你们再来的时候 114年 希望那时候没有疫情 大家来到科工馆的时候 会享受到一个非常智慧化的服务 这是台湾目前在做的智慧博物馆 不过欢迎我觉得 我们在强调智慧的时候 有一句话 就是说科技还是以人为本 对 尤其是台湾人 你们特别有人情味 他们可能就是知道有那个售票机 或是用电脑就是可以付款 但是他们就是可能 那一种人与人的互动 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 对我觉得 对对对 因为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 所以我在猜 观众喜欢在服务台 透过人去问买票券 也是想要多知道更多的资讯 然后也得到比较好的服务 但是实在在走的趋势 博物馆还是需要有一点改变 那接下来 接下来就谈一下那个大数据分析 Data Analysis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就是大数据 这个词汇是在1998年 因为网际网路的出现之后 出现了大量的资讯 资料量非常多 所以学者就给他一个统称叫做大数据 那他有几个比较大的特色 叫做5B 就是很多元 人家说垃圾进垃圾出 你搜了一大堆的资料 可能都是没有用的 然后量很大 速度很快 然后到底真实性有多少 你要去判断它的价值 这就是一个Data带给大家的一个比较大的 大的一个思考 所以我会举一个例子啊 我看过一篇文章啊 人家讲那个Walmart这家连锁超市 他们最常做的一件事 就是礼拜五的晚上 他们会把尿布跟啤酒 摆在同一个柜位上 因为在美国的文化里 六日就是要做Family Day 然后就是要做一些运动赛事的观赏 那家里的爸爸就会去超级市场 买啤酒爆米花 回家打算就窝在沙发上当马铃薯 所以太太就会说 那你既然要去超级市场 你就顺便带小孩的尿布回来 所以Walmart经过 长时间的观众的购买行为的累积之后 就发现礼拜五的晚上 好像大家会疯狂的买啤酒跟尿布 所以他们为了服务观众 便利他们买东西 就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大数据的运用 让这个超商可以适时的反应民众的需求 所以他收集了这么多资料 就做了一个价值的判断 把星期五啤酒跟尿布绑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大数据的比较重要的例子 提供给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了解 另外有2006年有两位学者提出来 他觉得人从早上到现在只要起床 每天走来走去都会产生很多的数据出来 所以如果可以设置一些感应器来捕捉人类的行为 就是每天去挖掘它 会成为你很多工作上很重要的资本 人每天一日三餐 十一住行育乐 他可以做一些潜在的行为分析 所以他认为是如果透过大数据可以进行现实的挖掘 配合感应器来捕捉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观念就运用到博物馆里面来了 所以刚刚Alan的在华尔街Journal里面出现的那篇文章 就是在告诉大家 博物馆已经开始也尝试着做一些Bitcoin的定位 来捕捉观众的行为 让博物馆跟大数据可以一起去做链接 因为要必须要诚实的告诉线上的观众朋友 博物馆的人事跟经费 这几年来在台湾是逐渐的缩减 所以你要花很多的人力去做很多的观众行为的研究 已经不太可能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些科技的东西来帮助我们 毕竟有限的经费 如果可以用在有限的人力 有限的推广上 是会比较有用的 所以这几年我们也开始这样做了 那所以科技的东西就可以让你 广泛的去收集民众的资讯 民众怎么参观 民众怎么走这个博物馆 那你就可以没有时空的限制 可以大胆的去收入 然后可以长时间的去观察 也就是不是只有观察一天 人总会累嘛 但是机器不会累啊 机器可以一天8小时 一天24小时不停的帮你收资料 所以博物馆可以收到很多很多观众的行为靠 科技的方式去做 所以未来 隐私权的问题就会浮上台面 相信 不过因为刚刚建宇跟我提说 澳门的赌场已经长期就是有这样子 所以你们应该很习惯走到哪里 都有监视器在看着你们 赌场里面 所以这几年开始博物馆 有很多博物馆也开始做这些东西 也是希望是说 可以透过这些资讯 多了解一下 观众怎么样参观博物馆 那哪些主题是他们喜欢的 然后无限制去处理 这是科技带给人的便利性 但是 刀子总是有两面刃 有好处一定会有坏处 就像您刚刚说的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我们还是人情味跟隐私权跟各方面 还是必须要去兼顾 好接下来我就讲IoT 什么是IoT跟智慧制造的部分 那物联网这一词在1995年 很早以前 比尔盖茨就已经讲出来了 他在拥抱未来的这本书里面 提到他的家 当时听起来是非常棒 比如说窗帘可以自动打开 他回到家救人帮他煮咖啡 所以在1999年的美国 马神理工学院的Kinston教授 就提出了物联网这一词 那物联网简单来说 就是感测元件透过网路世界 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系统都连在一起 什么叫做物理世界 我简单来说 以前大家都觉得 有电子的东西 比较容易去搜资料 拿到资料收资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人类不想只有收电视 冷气机 电冰箱 电锅的资料 他们希望收到桥梁 马路 这些物理建设的资料 所以物联网的产生 就让桥梁跟马路 也可以装上感测元件 随时回报你 我这条马路的状况 我这条桥梁的状况 那后台的工程师 可以因应一些变化 而去补强马路 补强桥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物联网已经 不是以前只有电机电子产业在做 现在开始做到物理世界 把桥上面也装感应器 把一些相关的建设也装了感应器 让大家可以随时掌控我们所有建设上面的状况 这就是物联网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部分是物联网跟智慧制造的关系 所以衍生下来 人类就开始从早期的工业 大家都知道工业的发展 最早就是瓦特发明蒸汽机 这是工业1.0 那接下来就是电来了 就是2.0 3.0就是大家很习惯用的PC电脑 那所谓的4.0就是资讯加上通讯 两个科技结合在一起 就是智慧化科技的工业4.0 这是2011年德国在工业博览会当中提出来的 那全世界都开始在走 就是德国也有 美国也有 中国2025 日本的制造业白皮书 都是期望大家可以把脑袋 从资讯 只有 IT PC这种东西 转到你还要有行动通讯网路的部分 两个加在一起 全世界就可以无远佛界的传输 鉴语就像我们现在 你看因为有网路 你想想看如果时间到回15年前 搞不好我们这些视讯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做的 因为科技还没有走到那里 那因为科技走到了工业4.0 可能15年后我们在元宇宙里面就可以再见 对所以很快 我觉得这个进展都非常非常的快 就是传输这个成长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难以想象的 好所以现在就是走到了工业4.0 也带大家走到了智慧科技的时代 所以我常常最近出去外面演讲 我都会很喜欢讲 21世纪我们要迎接大人物的到来 大人物的第一个大是Big Data 人就是人工智慧 物就是物联网 所以我们要热烈欢迎大人物的到来 其实他已经默默在影响你我的生活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都有接触到这些 所以希望这个世界是往前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大家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挡这个浪潮 所以就只能接受它习惯它跟去使用它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有趣的案例的在博物馆 好在博物馆呢这几年 台湾的博物馆有很多博物馆都将近30年以上的历史了 所以当时盖好博物馆之后 很多盖管的那个图啊 都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所以每次要检修的时候 修理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就会发生 发现很多状况就是资讯不足 我不知道到底漏水在哪里 所以科技的发展 现在博物馆新的博物馆台湾这几年有几个新的博物馆的建立 开始使用了一个系统叫病 这是建筑资讯模型 他们在盖管的一开始 因为他们盖管的时候就已经是数位化的时代 所以他们很多的图资 图片跟资讯跟盖管的资讯 通通都已经是数位化的东西 所以他们很容易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到这个病里面去 所以他可以提供维修的人员 很容易就查找到你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哪个地方的电不足 哪个地方漏水 所以这个建筑资讯模型 在台湾位在基隆的海洋科技馆里面 已经建构完成了 他们做得非常好 前几年还有得到台湾的一个奖项 表示他们建构了这个系统之后 把他们的节约能源的部分做到非常好 你看他们馆里面人均用电量从8.079度降到3.133度 所以这着实帮这个博物馆省了很多的钱 所以他们当年有得到一个奖 那这个病的系统也渐渐的在一些企业里面开始推行 就是希望减少很多的人力 好那第二个要谈的就是大家知道的 国外的博物馆常做的典藏库的管理 因为他们有无数多的产品 他们会在环境上面做 我刚刚提到的嘛 怎么样有好的很温很湿的地方 所以金沙衣植博物馆做了一个环境监测平台 确保他们的文物是非常好的 当有状况的时候还可以去做调控跟预警 那上海博物馆把他们所有的产品的包装材料 做很多材料的测试 找出来哪些材料适合包装 还做等级的分类 那产品的部分呢 科工馆现在把产品通通装上了RFID 就是每个产品都有身份证 就便于管理不然以前都是纸本的东西在做 所以这是典藏库管理的部分 那应用的部分呢 这个鉴于应该你们澳门应该也有 就是用虚拟对VR的部分去看场馆 那台湾最早流行是用VR来看房子啊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看真的样品屋的时候 你可以在线上看 那我们去年也开始建构了一个电信台湾厅上面 有一个24小时的军理互动展示 你可以走进去这个展场里面 还可以跟那个展品做互动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现在这个趋势上面的应用 就是虚拟实境的体验产品 好接下来我们快的谈一下 其他博物馆怎么样去做一些 所谓的APP加Bitcoin的方式去做一些整合 那它是建构怎么样去建构 我知道观众怎么样参观 怎么样喜欢我做的展览 因为我毕竟是做展示出身的 我还是必须要知道观众有没有喜欢我的展品 如果他们都不参观 我就没头路了 你知道我头路啊 台湾就是我的工作就会被稀释掉 所以我也必须要知道观众怎么参观我做的展览 他们到底喜不喜欢我做的展览 所以我有了一点经费 我就把我的展示呢 展品设计有Bitcoin 然后利用APP的东西 去收集观众怎么样参观 然后分析它怎么样行为 然后去改善我的展品 那它简单的方式就是 所有的人都要下载APP 我必须有一个参观的APP 我才能知道 书方仪正在参观这个展品 然后我现场所有的互动 只要是有电脑的互动 我就加装Bitcoin跟加装一些程式 让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连起来 之后你拿着它去展示厅参观的时候 就会被我记录了 不好意思 我偷偷的在后面 看你怎么参观我的展览 然后你参观的资讯 就会以0101的东西放到我的资料库里面 那我就可以下载资料库里的资料 来去做分析 这就是我简单的出浅 把行动装置跟感测元件 跟展示品把它结合在一起 做的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在台湾 也有其他的博物馆正在学习 他们也是很想知道 到底观众有没有很认真去玩 我做的展品 他只是按一下就走呢 还是说很认真的去把我所有设计的 内容通通都去看完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IoT 因为智慧博物馆的出现 我们开始做的一些尝试 那我就是连接了这么多的展示厅 那比较特别的是 线上的观众可能有人没有到过科工馆 科工馆很大 然后他从地下的三楼到六楼 都有展示厅 所以他是一个跨楼层的博物馆 所以这个东西设计出来 我还可以知道观众到底从几楼 是最常开始参观的 因为他们会到这123456 六个地方去参观 那他分别分布在不同的楼层 所以我透过系统也可以知道 观众的起始点到底是从哪里 他到底是向右走还是向左走 可以找出他喜欢的热点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特别 他不是单纯只在一个展示厅里面 好那还设计了一个资料库 我可以在后台看到观众到底怎么来参观 那每天的人流高峰到底在哪里 当然这其实不用测也知道 人流的高峰绝对是假日 假日一定是最多亲子观众来的时候 我可以在后台看到 他的人的结构 那今天到底多少人来 但是必须要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这个记录的也是有下载那个APP的人数而已 如果你没有下载 我还是追踪不到你 如果你不愿意被我记录 你可以选择不要下载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每一笔资料 都代表一个人的参观 他要去大概二十几个展品参观完之后 我可以得到他的一些参观行为 一分表示他随便参观 三分表示认真参观 那我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数据去下载 然后去了解 还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些展品都没有人参观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空白的 有啊 对啊 为什么没有参观 还有我曾经有发现有一个展品永远都只有一分 有可能是那个展品坏了 观众怎么玩都只有一分 就是他已经很认真玩还是一 所以这些数据传来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我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都只有一分 或是那些东西为什么都没有人要去 那我就可以协同管理的其他的同事一起去了解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先前讲 这些东西如果要派人去现场做肯定做不来 但是我们如果用机器科技来帮忙 我们可以长期的做很多重断面 年年月月的记录下来 我就可以知道你科工馆的展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也是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做的一件我觉得还可以的事情 那还是有解决了一些人类的问题 然后也可以帮你算哪一个展品玩 民众最常去玩 哪一个展品观众最喜欢 他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 然后你可以去做不同展示厅 不同展品的比较 是不是有VR的展示厅 观众一定特别喜欢玩 不是哦 建宇我要告诉你不是哦 不是有VR就可以打趴所有的观众一定都很爱玩VR 并没有 我们最受欢迎的是一个主菜的单元 我们这六个地方啊 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是 一个可以让小朋友当厨师 主菜的叫智慧食品料理做 你去那里可以选择一个食谱 摆上你喜欢的菜 然后虚拟的去炒菜 这是观众最喜欢 我里面有三个VR 不见得是观众最喜欢的东西 然后呢 我透过这样的东西 我可以知道观众的及时资讯 参观足迹 然后作为我去分析跟会员管理 甚至知道他们怎么参观的一个比较 对我来说 对我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翻译啊 我想问一下 你刚刚说最受欢迎的那个展品 因为我看到你那个Bitcoin 有记录他们的参观的年龄嘛 所以最受欢迎的展览厅 那个展品是小朋友做主导吗 还是 小朋友 我们我们这个展品当中 其实要简单讲 博物馆当中 最大的参观族群是小朋友没有错 但是必须跟简宇说明一下 其实小朋友通常没有手机 小朋友想要玩这件事情的时候 绝对是拿谁的手机 妈妈的手机 爸爸的手机 但是主导权在小朋友的手上 所以他们在填基本资料的时候 是以小朋友的年纪去填的 所以我们在后台看到的 还是12到13岁 12国小以上 国小以上到13岁的小朋友是最多的 所以还是 很难讲 我觉得还是脱离不了博物馆的基本观众 还是以学生居多 现在看起来的统计数据是 落在国小这一块的学生参观人数是最多 这也合理了 我觉得是爸爸妈妈把手机给他 我相信 不然爸爸妈妈 不然就是 所以这也是大数据的一个盲点 我即便现在50岁 我还是可以填13岁 你也查不到我 但是我就是相信 数据给来的东西 我就是做这样子的分析 所以他还是小朋友是最多 但是我相信手机是爸爸妈妈给他的 好 那最后我们就做一点小小的解决 因为时间 也有点紧了 那我以两个观点来结束 跟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分享 一个是科学的观点 博物馆渐渐会以人为出发 服务观众是现在所有博物馆最重要的核心概念 我们常常讲是观众永远是对的 观众永远是对的 我们只要让观众开心就好 就是我们博物馆最大的宗旨 那通过新科技 我们可以了解 展品或是活动 你的表达跟呈现 跟观众之间到底有没有理解之间 去做一些平衡 那当然希望可以量身打造 为不同的族群做最客制化的服务 但这需要非常长时间的会员管理 你才有可能有机会做到 而且这个观众要愿意他每次来到博物馆的时候 都要把他的资料回馈给我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收了这个会员 我们讲最简单讲百货公司 像台湾的百货公司都很喜欢开发自己的APP 非常非常喜欢 那他就是透过这个APP来去看到你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什么 你的发票都会在APP上面 他都非常了解 然后会透过你的购买记录 去推破你喜欢的东西 像本人常常被百货公司推破就是化妆品 哪一个化妆品公司又有降价 欢迎你赶快来买 因为我的购买发票里面化妆品是最多 保养品是最多 所以他们也开始做这个 也是希望可以特质化的服务 达到这样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要投入的资讯人员 科技跟经费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智慧的观点就是 刚刚跟观众一直分享的 大数据的分析垃圾进垃圾出 所以他只要发现东西的相关性 不必追根究底 为什么 其实明明有手机的是大人 小孩子没有 但是你的数据出来的全部都是国小血统 那我们当然知道为什么 但是如果你深究这些原因 你就收不了数据 所以你就只大数据的分析 就是只要知道就是这样子了 那这些东西就你拿去运用 你了解就好 也不需要做很深入的 什么什么去分析观众研究 不用去了解 那他比较好的部分是他可以大量收集 那这个资料 一百万笔两百万笔之后 他的资料就很可观 可以计算出一个趋势 那这样的资料可能可以让博物馆的人 去发现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或是机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总要知道 互联网最大就是预测你的未来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收集的数据 可以更朝向智慧化的管理 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量身定做 个性化的博物馆展示活动跟服务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科学博物馆 走向智慧博物馆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客制化跟智慧化的管理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拉拉扎扎 跟大家的分享 希望希望一切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新的观念 未来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 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去看 抬头看看是不是正有摄影机在看着你 那以上是我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 把时间交给建宇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 其实到这里已经到此结束了 但是由于今天不是一个直播节目 所以我们如果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影片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其实随时随时可以欢迎你在澳门科学馆 我们最新推出的一个Facebook的科普专页那边 可以提出大家的问题 或是我们YouTube的频道里面 也可以随时订阅分享按赞或是留言 我们都会透过我们本馆 然后是联络方疑 然后为大家去说把你们的问题 我们尽量给你一个很好 或是一些客制化的一个答案给你 对对对 希望大家就是透过这个题目 让下一次万一再带小朋友 或是自己来科学馆 科学博物馆的时候 可以一边参观的时候 也可以了解到 科学博物馆背后的智慧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 我相信除了我之外 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话随时留言 我们都会尽量为大家解答的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今天的讲座 谢谢拜拜 下期大家看到再见 拜拜